令姓iction 下馬 讓你快走 來了 讓你快比較 讓你快走 讓你快點 走 这帮狗人的特户也太猖狂了 那可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啊 殿大 府中师范大学也都未能幸免 还好学生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我们的人在其中也开始反击了 家说吗 入档申请书 郭先生 这是我的入档申请书 其实我早已写好 只是裴先生唯恐我一时情绪释然 让我暂且自己收藏 今天我可以说 我这个决定不但没有丝毫动摇 而且愈发坚定 国难之下 我已经做了许多年鸵鸟 如今母孝有难 我不能再冷眼旁观 家说可您去联大了 同志雷正 报化他 就算飞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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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太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先生 闻先生 朱先生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只是今天这个情形你也看到了 目前的昆明 今天 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本以为抗战胜利了 中国人的重重苦难就此结束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川西未定 内战又开始了 这简直 这简直就是民族子孝 父亲 闻先生 您别激动 别激动 你们让我们 让我们践等 崇利 别激动 老当快 你们让我踪开 路受人 keyboards 誰寂命 兄弟兄 和这里 你跟着 兄弟兄 和这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是我们关灵犬死令 听闻学生遇难 特来吊咽 对之前的冲突 所导致的伤亡 我个人深表情 这都是我 实则所致 所以连夜送来棺木 还有一点钱 望教授们 还有学生们能够 我们奉行的你感谢 我们奉行的 奉行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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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行的奉行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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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行的奉行 你们都听见了吗 在这里 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 请你们离开 滚住我们的景院 奉行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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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宗宇!贵宗宇!贵宗宇! 贵宗宇!贵宗宇! 贵宗宗宇! 拿开你的脏手 伤口不处理会感染 你不用再欣欣坐台了 你在这儿没人会伤害你 等我找着成家术就送你回去 你无耻 林队长 有情况 林华俊 现在的情况你应该非常清楚 成家术是共产党 你跟着他不会有好结果 我这么多是为你好 怎么了 成家术回联大了 那怎么不动手呢 队长 您还不知道吧 下午打死了四个人 弄出人命了 现在全昆明的学生都在声援联大 刚刚官司令去了联大 都被轰了出来 我们还哪敢再去抓人啊 安排人在联大门口守着 行 我这就选择 林华俊的事 你找个人通知程家术 好 请进 赵先生 好 家术 你怎么来了 我带回来了 目前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你看 太好了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家术 你快坐 哎 这太计时了 我这次回来本来想跟您一块做研究的 我相信我们的研究成果一定不会逊色于他们 只是现在看来 学校也不是一片净土了 数年抗战 国家满目疮痍 这个时候 国民党又要挑起内战 咱们中国 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家术哥 家术哥 双喜 赵先生 怎么回事 你也被打了 我没事 可是华俊姐她不见了 华俊不见了 怎么回事 家术 你别着急 让双喜慢慢说 我们从火车回来的时候 看见那帮特务在打人 华俊姐看见学人被打了 就上去保护他们 我们就打了起来 可后来实在是太混乱了 华俊姐就不见了 找了吗 找了 腹中林大 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 可就是找不着她呀 你们去医院看过吗 今天伤了很多同学 要不 你们到医院看看 好 赵先生我们先走一步 好 走 家术哥 刚才我在门口的时候 有人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你打开看一下吧 梅花俊在警备司令部 你自己去 王智 王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程家属 这是你的入党申请书 我们党不接受一个不听命令 不服从组织安排的人 可是林华俊被抓了呀 我知道 但是你以为你去警备司令部 你就能把他救出来吗 好 就算你能把他救出来 那你怎么办 你在美国留学这么多年 回来就是愿意蹲国民党大牢的吗 我知道我这么做有些唐突 可是文杰抓林华俊完全是因为我 我不能连累他 我问你 你相信党组织吗 我相信 好 如果你相信党组织的话 你就够安心地待在这儿 我们会想办法去救林华俊的 你不是说程家树今天一定会老老实实 站在我的面前吗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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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无能 他本来已经到司令部了 可 可 可什么 可中途被共产党给劫走了 主手的鸭子 你都能让他给飞了 你还有脸站在我的面前吗 招呼主任 这第三尺 我一定把他找出来的 哪个快滚 程家树在哪儿 他让你的计划失败了 他明明知道你在这儿 却还见死不久 丁华俊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 现在的你 不配跟我谈论爱情 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人 你是说成为街小球吗 你是民盟成员东青小包的写手 你写过多少文章 有过什么言论 你真的觉得党国不知道吗 清楚就好 就是写给你们看的 你真不怕死 怕 但我更怕变成 有没有人出来的 如果有点儿童 你从与你从事 也有点儿童 你从事 然后你也要点儿童 就去了 那你吧 你从事 有点儿童 我怎么拿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叶小姐 救济总署国际航空运输公司董事长的秘书 没错 叶小姐真是一态万方 风华绝代呀 多谢周副主任夸奖 不知叶小姐大驾光临 所为何事啊 我想请周副主任帮我找一个人 找个人 什么人 林华俊 周副主任 我这个人说话做事向来直接 咱们也不用绕弯子 林华俊是连大附中的教师 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很想知道警备司令部为何要抓一名女教师 我好像听说过 特别行动队抓捕了一位有共党嫌疑的女教师 有共党嫌疑 你有证据吗 叶小姐 我有没有证据恐怕您无权过问吧 我确实是无权过问 但是我想给您提个醒 您应该知道 在西南连大里现在摆着的四具棺材了 你以为学校和学生是好惹的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吗 举国愤慨 要求严惩凶手 连委员长都在为给国民一个交代 而担惊劫 国际上也在重新考虑 是否还要继续给我国提供援助 这些事情你不会不知道吧 周副主任 难道你这个时候还要给党国添乱吗 你就不怕我向重庆方面报告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 程家树在哪儿 你这套西服 挺贵的吧 还记得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在长沙 上这防空警报 程家树看你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 就把你带进了防空洞 我记得很清楚 程家树在哪儿 当时你穿的也是一套西服 挺光鲜的 可可里头却是一件惨白不堪的沉衣 我不想听这些 程家树在哪儿 文杰 再昂贵的西服 也掩盖不了 你破败 被剑的灵魂 好 又想 又想 给我用打他说的位置 是 队长 说 不 重复主任说 放人 停 放人 队长 放人 雷琴 竟洛 你怎么还在跟其他人 那我明天 怎么是你 是裴先生让我来救你的 文杰居然对你动手 简直丧心病狂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好 家书啊 裴先生 郭先生 怎么样 叶仁卿已经把林华俊营救出来了 那他现在什么情况 有没有疏苦 我能去看看他吗 不能 他们之所以能释放林华俊 是因为他是民梦成员 你不晓 你早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了 家书啊 华俊他一切安好 你不用担心 但是警备司令部一定会派人盯上他的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再等等 主俩 你会认为 那のは 实际是 是 快要送了 自书 她 送了 你 争取和平 争取和平 犯罪队战 犯罪队战 争取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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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队战 看个真相 第二日才爱实物 看下真相 你被抓的这几天 学校开启了大规模的宣战 控诉国民党的暴行 学校也宣布停课七天 以示严重抗议 想当初加入国民党时 以为这是一个一心抗战 为人民争取福祉的政党 可看到的全然不是这样 国民党早已是精欲其外 败去其中 这些年 我也是心灰意冷 冯青姐 华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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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呢 我还好 国民党的群特务 实在是太过分了 文剑那个畜生 我要和他离婚 花金钱 家属哥他 双喜 换个地方说吧 好 好 雷正 现在已经是 邪连的负责人了 好久不见 家属现在怎么样了 他很好 你放心吧 这次多亏了论庆 谢谢 不客气 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家属要是留在昆明 特务怕是不会放过他的 你说的没错 家属必须走 阿隽 陪先生 希望您能和家属一起走 华俊姐 你去吧 有你在家属哥身边 我就放心了 我一会儿就把家属哥的行李给你 华俊姐 你跟家属哥经历了这么多 不要再测过了 华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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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两个要答应我 华俊姐 华俊姐 一定要按时完成学业 本来以为 家属这次回来 我们就能喝上你们俩的喜酒了 这一遍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 总会相见的 我相信 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在这里 好了 走吧 不要 挤 我 我 那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去 洪峰队长 怎么样 什么情况 目标上了辆黄包车 往车外方向去了 我已经派人盯好了 出城观彩都交代了吗 交代好了 太好了 通知下去 准备收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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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前面 走 快走了 怎么样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走 李宗盛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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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他 继续追 你 马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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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命 你再快点 不能让整家人跑啊 停车 停车 我们要来 差不多 车 进来 尸体呢 我们看着程家树的车 掉进江水里去了 他要是能活就见了鬼了 我问的是尸体 尸体倒是没看到 尸体都没有看到 你怎么就能断定 那人已经死了 他要是没死 他要是又耍什么花招逃跑了呢 程家树有多狡猾 你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肯定不会的 周副主任 不是亲眼看着程家树 坐车摔到悬崖下面 而且那个地方 地势极其限要 那程家树人坐着车 栽进悬崖下面那条江里 它能不被淹死吗 最有可能的 是得将水给冲走了 所以程家树就是有九条命难 也肯定是活不了啊 如果这件事情 千真万确 那你可就立了大功了 缓了 立什么大功 主要是周副主任领导有方啊 周副主任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继续追查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我相信 你不会令我失望 周副主任 程家树那份报告我该怎么写啊 就写 这件 共党分子程家树 已经被我们处决 明白 你不必去处冰 伤心 你不认为呢 我去做尸体 我会担心 我来看 离婚人沙玛阿美 与文杰正式脱离婚姻关系 我们两次结婚后 感情不相融洽 意见不合 为将来幸福祭 我沙玛阿美 提出离婚 自登报日起 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自此永无瓜葛 你先出家 來吧 你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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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清醒 你让开 小心 你去啊 你去拿你手里的剪刀 跟文杰的子弹拼命啊 我告诉你什么结果 没等到你走了他面前 你的身体就被打成了马蜂窝 你非但没给你家书哥报仇 到了黄泉路上他只会骂你蠢 因为你死了 文杰他只会更高兴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